你是不是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啊? 記得趕快按下訂閱啦 拜託嘛 然後要開啟小鈴鐺哦 這樣上新影片你們才不會漏掉通知哦 也記得要在下面多多的留言哦 你們的每個留言我都會看哦 等等 然後雨昕的2020寫的年紀終於出來啦 如果大家喜歡便想支持一下的話 下面有連結可以購買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昕 不知道大家周末有沒有去哪裡玩 看到今天我召集了這麼多大咖 就知道一定是在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 沒錯今天我們在 在東區的桌遊地下旅行 第一天110號的B1啦 那這個地方呢 不論是假日啊 平日還是快 公司都可以休息 而且各種遊戲都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早上 然後還有一些玩遊戲的話 這裡就非常的適合哦 那我們再來介紹家境 妳有啦 妳嗎 大家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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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是小燕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褲蠻貓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褲蠻貓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蠻貓 哈囉 我是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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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貓 然後按個讚哦 這個方法呢 就是更高的 他還可以幫忙一個月 那現在呢 是進入了今天的主題 也就是狼人殺 講了這麼久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今天的狼人殺黑色吧 好 那遊戲開始 請上帝發牌 好 那大家請自己看自己的牌 天黑請閉眼 狼人憲稱請真言 確認妳同伴的身份 狼人請決定要殺哪位玩家 男人請閉眼 預言家請真言 請確認妳要查驗哪位玩家的身份 預言家請閉眼 女巫請真言 選擇妳要發動的技能 請問她被殺死了 妳要救她嗎 你要使用毒藥嗎 女巫請閉眼 獵人請真言 獵人請閉眼 騎士請真言 騎士請閉眼 天亮的請大家睜眼 今晚是平安夜 一號開始發言 好 我是好人 看我的眼神 看不出來你們是不是老人 我剛剛其實在天黑的時候 都很努力去聽漢派一聲 蛛絲馬騎 可是都沒有任何人發出聲音 沒有我只是一個很失覺 就是剛剛張開眼睛的時候 我覺得那邊眼睛都已經先張開了 那一邊嗎 對 那一邊 那一邊 那我如果這些現實可以提供給大家 你不做最後的結論 這一次大家 都沒有太多的聲音 就是這一次人也殺人嘛 然後 女巫有救他 應該是有救吧 我覺得啦應該是有救了 感覺那邊 要救他的時候 就在一起 我是平民 我就是也沒什麼事可以做 我還是覺得那邊 是有點怪怪的 氣氛 雖然沒什麼聲音 可是我覺得有這種 跳過 所以 就是 不是好人 然後 的確是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我們這邊 應該都是還不錯的 所以 那邊真的有點可 然後就這樣子過 我是四號 這把一樣不好了 我剛剛一號的發言 我覺得他這次講比較多 把他能看到都講出來 這二號會有點跟著一號 一號說那邊怪怪的 然後二號又說那邊也怪怪的 就講說 平民一定是有救的 不可能當那麼刀人 所以我會覺得這兩點我有點奇怪 然後就會強調其實平民 所以我覺得 就是 這邊我不會給你完全就是一個好人 但是一號的話可以再觀察 那三號就是發言比較多 感覺還蠻正面的 然後之後我沒有資訊 可能要再看 過 好 好 然後是五號 呃 剛剛一號發言 其實沒什麼建設器 所以 所以一號目前就是 我還在觀察他 但是剛剛二號發言 我覺得很奇怪 他講了一句 他沒有搭的女巫有救人 很奇怪 所以 我覺得二號很奇怪 感覺你是想要丟出什麼東西 讓我去懷疑 我想要講就是 一二號他們感覺有點 就是感覺在互相訪 呃 我是不是好人 我覺得這回合我不講 我不告訴你們我是好人還是壞人 你不要 哭 不知道 本來是覺得這個一二三四五 聽起來沒什麼好說 可是你最後這一句 他真的很可愛 其實有人 剛說自己不知道 對 我說我不是好人 對 對 不是 不是 我們沒有做就是我們 真的要裁判了就好 對啊 快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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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發言好不好 我六號發言 我覺得 那我不說自己 什麼身分的心從 比較傾向狼人 因為 可能不想說謊 謝謝謝謝 需要衛生茶 看我眼淚 好 我覺得 五號在我心裡 可能需要這個回答 需要 就因為他最後一句話 就是 果然是真的好人 這個情況是比較不常心的 這個情況是比較不常心的 那 我還要在一日後面 看有沒有人跳遠家 來給我一些運資劇 作為參考 那我 會選四五號不同 我覺得 一號講的話 沒有什麼幫助 然後 然後 一號講的話 也沒有什麼幫助 可是他們兩個 都在懷疑我們這邊 可是其實 你們說的 你們那裡很安靜 但是我個人也非常安靜 因為他脫掉外套了 所以 這場這裡也真的非常的安靜 可是你們兩個卻這樣子 懷疑我們這邊 所以我覺得我也要懷疑一下你們 那四號有一個特殊的感覺 但我現在不能告訴你 然後 然後 五號很奇妙的是 他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真的很奇怪 因為 大家不都會說自己是好人嗎 然後我是好人 然後六號說他會選四五去投 可是 大家的資訊 雖然我在懷疑一二 可是我覺得 我這一局應該還是先不投 因為 我怕 殺到有無故的人 過 那五是好人 剛剛這樣聽下來的時候我覺得 一號就跟平常 就是感覺就是 講一些 差不多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就只是 水口不水 但是二號一直附和他 所以我也有二號回過來 然後五號的話 感覺他可能不是狼人 但他可能就是拿到 特別的東西 所以他又不知道怎麼說 就突然很緊張 六七號 感覺也沒什麼資訊 現在就這樣吧 過 我覺得四五六號的分析都很精品 可是風向有點亂 但是 有一件事情真的要 比比較中立的角度去講 我們剛剛這邊真的非常安靜 但是 但是我卻特別鎖定在我們這邊說有聲音 我覺得那邊就有點蹊蹺之外 還特別把十號跟我們這邊做區分 所以我覺得一號跟十號 可能有那麼一點關係 他們的關係匪淺 所以我 除了懷疑一號之外 也會懷疑十號 他們兩個可能是一起的 那四五六太聰明了 我不知道要怎麼講 我沒有什麼想法過 這邊猜測一下 一號二號兩個講話是共鞭嗎 我先這樣算 共鞭跟不共鞭嗎 共鞭是一 我這邊的 這邊的共鞭是一二六是共鞭 因為 六號又是採四五號嘛 所以一二六是共鞭的 然後十號五號是同一邊 所以假如說 十號五號中間如果沒出狼的話 那代表一二六 你們其中有在互相聽 就互相把握的情緣發生這樣 然後 如果有聽到 在狼的作動的行為的時候 三四五六 其中一個人都比掉了 是這個聲音 就這個聲音 所以 三四五六啦 就其中一個有可能是狼 那如果這樣我推一段的話 我有可能會選 三先出去 然後四五被六號採 那我就 歸票位的話 我會先歸三吧 先讓三出去 因為 不要了他出去太可愛了 我想說 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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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號好了 所以我覺得 因為如果我在聽一隻 黑貓講一樣的話 我會生氣 所以我就跑一號跑進去 我覺得會這樣 嗯 票一號 請大家決定自己心目中 想要投票的人 三 二 一 二號跟六號 停票 二號請開始發言 八跟九投我 沒有 這還是非常有分對性 因為 我就是一屆平民 會想要弄死我的 不是壞人 就是狼人 然後剛剛我 聽完那麼多分析 其實現在比較確定明確 真的是八號 狼人的餘味中 蠻重的啦 我也覺得五號剛剛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在講話 開始 錯啦 他變成了我本來瞎 因為我也 對 對 對 因為想像他已經創了 所以我跑給他 可是居然八號跟九要投我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 一定是一腿的 對 他們兩個一定是一腿的 所以 我覺得 八號 也是狼人 我是月仁 我剛剛驗了三號 他啥啥啥 二號比較可疑 四五公園 結論 這樣子 你把你演講出來了 你把你演講出來了是不是 結論就是 四五四號是狼人 二六都不應該出 一二六 夠五 四五 夠五 所以等一下 我死了就 有可能 沒辦法再結論 一二 那四五就 先四代五 就這樣 過 好 大家請投票 除了二號六號不能投之外 請投票 三 二 一 廳 廳請閉眼 廳請閉眼 藍人先生請真言 請決定你們要殺哪位玩家 藍人請閉眼 預言家請睜眼,確認你要查驗哪位玩家的情況 預言家請閉眼,女巫請睜眼,請問你要使用解藥嗎? 請問你要使用毒藥嗎? 女巫請閉眼,天亮耳請大家睜眼,昨晚6號被殺死,6號淘汰,8號開始發言 那如果6號說是真的的話,4號就是狼人馬 所以我剛剛的想法原本是把2號掛了之後就去掛到4號,反正啟動一個音色 然後再看大家的發言之後是怎麼樣再決定 所以如果6號掛那就把它預言家,所以4號就知道了,因為他都要查 那等一下可以先投給4號,GO! 沒有,我剛剛也是一陣混亂 因為6號的資訊量太大了,所以有點怕是狐家狐威 所以我才投6號 可是6號晚上死了就表示可能真的逃錯人了 那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有可能是老人自爆,有可能 因為我現在已經沒有辦法相信人類了 所以我還是保持我,在觀察一輪的立場好了 我過 那你不相信人類我是豬啊 所以我,你可以相信我 那個,但大家有1、2是好人啊 因為我現在這樣,因為剛剛6號是挺1、2的嘛 那就4、5他們兩個是共鞭的 那這回我們就票4出去 因為就是願家六頭當然在晚上死,那他就是真願家 那4就是鐵喇嘛 剛剛跟4戰合命就有5號 那就5跟4是同一邊 所以先出4再出5,就如同剛剛玉琳家所講的 我比較會想要聽3號跟5號給他的法演 結束 剛剛我其實是因為第一個講的訊息不是很多 像我剛剛懷疑7號 因為我剛剛看他那個眼神充滿了彈性 就是現在過了一輪之後 我現在覺得他這個眼神很愛之口 我現在覺得他像他自己 我覺得他應該是好的 經過了大家這樣講一下 我現在覺得歡迎我旁邊的2號 最主要是剛剛6號做了很多分析 對,那因為他錯了 所以我相信他是真如眼神 我現在覺得2、3、4 我身邊的人比較可憐 我現在覺得那邊好像比較安全 好,過 我是聽完10號的分析之後 因為那時候覺得5號關門 既然6號是預言家已經指定4 那他們兩個是一國的嗎 所以等一下我覺得先跳4 那因為3號剛剛也沒有特別發表什麼 也許再多聽一下他的講 就是等一下的順序 可能是我們先看掉之後再看其他的 過 我總覺得這樣一輪下來 因為高低我覺得好像有點混亂 6號說他是預言家 可是我懷疑說他會不會是狼的 因為他說4號是狼 我覺得有可能不是 直覺狼 直覺 直覺 然後這樣過 我覺得這次狼真的是玩得很黑 為什麼6號是 他說他是預言家 他一個晚上只能查一個 假設他真的查到我 那他怎麼可以保1、2一定是好的呢 你們有想過嗎 1、2一定有可能也出一批狼 那他會不會是狼爆掉之後 把1、2帶進去說 喔我把他會兩個是精髓 因為人家一個晚上只能查一個 他怎麼可以把我查到又發1、2精髓 所以我不能算是1、2精髓 在我的視野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第一點 這是我覺得有語變的地方 感覺好像是 知道自己會被櫃砲出去 我趕快先跳一個 讓接下來是預言家跳不出來 然後趕快把好人帶走 我跟你說我絕對是好了 然後基本上 剛剛是8跟10 且定說6號一定是真預言家 我不知道該怎麼 也是說這個不肯定這件事情 因為狼人製造總是不肯 然後4、5絕對不肯定 我從來沒有就覺得 欸我跟4、5是同一邊 他剛剛的發言的時候 他不知道是狼人還是好人的時候 我覺得那我那時候也覺得很奇怪 可是我已經不能發言了 那2、8、5我就不知道 因為8、10號鐵定咬 6號是預言家 那如果他真的是預言家 那他是不是趕快就說 好那趕快投2號讓我多驗一碗 對不對 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我也不是對挑位 就看5號怎麼講 錯 就是剛剛你們一直說 我跟4、5號不肯定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的是你們都很肯定啊 就是為什麼 就這麼肯定那一件事情 然後2號 你剛剛少講一個 2號其實 2號、8號、10號 他們都是站在裡面 你們就是一直覺得我們4個5是老 那為什麼 我們都還沒有咬你們 你們就一直很堅持我們 所以你就想要讓其他的毛頭是不像的 然後等一下保護他就好 所以我現在反而 更懷疑2號、8號跟10號 但是我覺得2號的可能性應該更大 2號跟10號更針對我們兩個 所以我覺得反而可能是你們兩個 更有機會 4號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講 你們太篤定6號就是預言家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第一晚的時候 我是女儒 第一晚的時候4號被殺了 然後我救了他 4號被殺了我救了他 所以我真的不覺得 我們這邊如果玩狼人的話 會在第一晚用這一招 就是這招真的太陰險太深層了 我覺得大家受不了 就我覺得 像我剛剛為什麼說 我跟4號有特殊的感覺 就是因為我第一晚就有他 但是我又不想太早講出我的身份 對可是我看你們大家現在就是 1點就是 4號就是狼要嫖他 所以 我是覺得 我不覺得他是狼 可是我也不確定 6號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看大家都講得很誠懇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 誰是狼人 只是我覺得 大家對於4號是狼人這件事情 你可以再多想一下 第一晚他被殺了 然後我就有他 過 準備投票 3 2 1 2號淘汰 請發表遺言 什麼事 幾個殺我了 這天都殺我欸 嗯 殺到自己人了 真的啊 我還是覺得4號5號7號 很扯 這三個人蠻怪的 會幫他講話 我覺得 還要投我的都很奇怪 我怎麼這樣講 嗯 天黑請閉眼 行人 行人 請真眼 請決定你們要殺哪位玩家 行人 請閉眼 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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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要讀誰呢 女巫請閉眼 天亮了 大家睜開眼睛 昨晚 10號 被殺死 基本上我覺得 10號導牌 我覺得他決定 一定是個好人 剛剛其實我是1 2 我是覺得2號比較怪 但是他剛剛之前都很低 遺言很誠懇 所以1號我當時是覺得他是好人的 機率這樣比較大 現在我可能就是也帶保留 然後3號在我這邊看 一直是沒有視野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他是偏好人 我現在比較懷疑的應該就是 1 5 8 9 4 4的 3號我這邊我會覺得算是好人 但是5 8 9我不太確定 1的話就是再看一看 好 過 好我們是5號 現在懷疑三個人 3號 4號跟7號 因為剛剛3號 他竟然相信7號說的話 7號說4號是好的 然後3號你就一定相信 所以我覺得3號的這個言論非常奇怪 因為7號說他其實是你嘛 他說他就有4號 你對他們言論非常之為相信 所以我覺得你們3 4 7 3個人都非常奇怪 特別是3號 跟7號 過 我覺得1號 我一直抱持著很懷疑的態度 但是我真的看不出來他是什麼 我剛剛講錯一點 其實我沒有很篤定4號就是好人 只是我覺得不應該 這麼篤定他就是狼人 因為我覺得他很有可能是好人 我沒有很篤定他就是狼 但是我也沒有篤定他就是好人 所以我覺得真的在第一回合 我自己覺得可能不太可能會對自己下手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很相信4號 但是我就是 只是相信他比相信其他人的多一點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我這場可能不會投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誰誰 過 感覺起來7號如果說他是女人 說的情報又感覺不是很夠 人們覺得1號可能是怎樣 我覺得1號的確感覺是怪怪的 3號我曉得 4號我也覺得有點問題 第4個7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等一下會先投4號 過 可是後來感覺4跟7被湊在一起的時候 在這一回合7就會比較想要去做解釋 然後切割跟4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這個舉動 就是很想要去澄清自己這樣子 所以我應該會選擇 這兩個應該怪怪的 所以我目前就是能玩147 8 其他我都不知道過 那現在開始有很多現場 對我最主要我覺得是 6號講的話 事前講的話是最關鍵的 因為他表示了身分 然後他也就是付出了代價 我唯一的現場我覺得 因為我知道我是好的 對 所以用這個現場去看到 2號跟4號 我覺得4號就行了 請大家決定心目中想要投票的人選 決定好了嗎 3 3 2 1 1號 11號 停票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我們現在已經第三天了 因為預言家都沒有跳出來 是預言家死的 我在想是還沒出來還是他真的就是預言家 因為預言家到第三天都沒有出來 所以我就在想會不會4號可能 真的是 所以我代表沒有投票是因為這樣 然後我真的是女巫 沒有什麼好處的 過 請大家相信她 好 大家相信她 好 請大家投票不能細跳 1號7號不能投 3 2 1 1 1號淘汰 好 請動電耳機 2 4 你要再投 9號 4號 4號 1號請發表言 這一局我覺得真的真的很難 我本來覺得 7號 4號是一個 可是 你不一定會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變成我必須要決定要選擇 你相信6號還是7號 可能我是 電耳機 可以帶一個招 就不想說好 就在她身上大家相信她 天黑請閉眼 狼人先生請睜眼 確認你的同伴身分並決定要殺哪位玩家 狼人請閉眼 預言家請睜眼 確認你要查驗哪位玩家的身分 請問你要發動技能嗎 你要使用解藥嗎 你要使用毒藥嗎 女巫請閉眼 天亮了 請大家睜開眼睛 昨晚是8號被殺死 女巫請閉眼 請閉眼 你們為什麼不相信我呢 對啊 我跟預言家還是搞不好 你真的會玩 然後他真的騙你們 還信 還信 剛好信 我認錯 我預言家 我跟你們查驗 是對的 還被搞的機會 6號是7號 6號是7號 剛剛我們都要把我4號 全部投了 真的嗎 什麼 我真的 我就比4 然後每次都比2 你們在幹嘛 你們在幹嘛 沒有 我跟妳那個 我聽說他們另外一回合 我跟妳 對啊 第一回合他們兩個都要殺6號 我怎麼可能跟6號就爆鐵 爆鐵地水了 我剛剛先殺了王子 好啦 那這一場狼人殺結束了 大家的心得就是凱奇很厲害 不是心機中喔 是很厲害 技術 然後我也發現到一件事 只要跟凱奇是同一個正義的 基本上沒有關係 有發現 666正是666 對 我就知道跟那個屁股走 不要接受了幾 好啦 那希望大家就是玩得都很開心 最重要的不要玩到走心 好不好 我剛剛覺得大雨要有點走心 對啊 對啊 剛剛都要走心 對啊 對啊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玩到走心啊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 然後就知道啊 可以的上面留言 多支持我們 那也特別感謝我們今天的東西 多有地下城不絕場地給我們 耶 希望大家呢有機會都可以來這邊玩囉 分享我們的話 fil scal 訂閱我 頻道 Ambassador 希望大家可以請 Ra� geons &�� 謝謝 bare shuffle bye 快說一尊重啄 我想要你請 我可以證明這一件 終算耶 看我裏畫的魚 嗯 п 他也是阿 給我看 你只有獵 哈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他還玩 他玩得很快很沒有時間 沒有 如果有人要玩刀工的話 我們要你跑一二五一二 你兩個很有力 我剛剛弄錯了 就是這樣 我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的電話就很奇怪 可是你跟人家又被刀 那還可以 因為我到第三天我才發現 你都會被人家跳出來 我覺得 我也走 對不起 沒有 我覺得有怎麼 應該是導演 心情針對 要針對 怎麼會突然間改頭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啊 我在 他眼真的很小 照思你我打的還是好黑 我這個 混淆視聽 我打眼然後我混淆視聽 他有時候覺得我跟你動邊 我趕快戳你這樣嘴 然後還好你這樣 戳回去 他就有接收到 趕快戳回來 他媽媽 他就想到 他很滴 他聽到 他不能再支撐 他在玩家裡 她跟 Borderlands 他媽媽 即是 是 你 by bwd6